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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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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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也提到的是警方虽然现在是暂时休息当中 还在等待官底之内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而稍后我们也还会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 那么至于陈静兴在昨天深夜 也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他一直不断的在接受媒体的电话访问 而他在接受媒体电话访问的时候 他表示了他当初选择白小燕来绑架 是因为林春生幕后集团和白冰冰在林口农会 有一笔六千万元的账 而且他也坦诚说 方宝方整形外科的命案 就是他和高天明所共同做下的 原因是整容的高天明要杀人灭口 那么接下来就是陈静兴对于一些和他有关的案件所做的陈述 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跟各位观众强调的是 这只是陈静兴单方面对于这些案情的表白 并没有经过警方相关的查证 陈静兴18号深夜到19号凌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谈到 当初会绑架白小燕 是因为林春生背后的集团和白冰冰在林口农会 有一笔六千万的账 绑架白小燕是为了讨回这笔账 要赎金五百万美元只是表面上的一个理由 如果通知林春生锁定白小燕为目标的幕后集团 他却不知道是谁策划绑架白小燕 是他高天明以及林春生三个人所计划的 和他的妻子张素珍 他的妻旧张智辉完全没有关系 五谷西云路白小燕被藏身的地点现场所发现的婴儿车 是他从轿车上搬下来载东西的 现场遗留的尿片 只是他们准备给白小燕越是来使用的 由于背后集团曾经提供类似FM2的药物 陈金星等员每天就让白小燕使用 不过陈金星表示 后来他们卫服白小燕用药过量 使得白小燕出现了异常的状况 而关于白小燕的死因 陈金星表示是有一天白小燕想吃月饼 却因为梗珠而淹死了 至于方保方明案 陈金星也坦诚是